Hello,大家好,我是Kenny,欢迎收看我的影片 上一期为大家分享了一台高效能的工作主机 那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刚组装好的一台二手工作电脑主机 由于公司的团队添加了一些新成员 因此需要购置一些新的电脑 但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一些便宜的全新电脑 其实在工作上的效率表现都不是那么的好 而效率好的电脑往往起码都得3000-4000码币起跳 所以我就上了Colossel找了很多二手的电脑零件 加这些零件组合成一台电脑使用 上期影片有说到一般内容创作使用 在预算不是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都会建议根据性价比的R53600的处理器 那么这一次的二手主机就以性能接近R53600的性能来配置好了 然后也刚好我手上有一台R53600的主机能够做对比 首先是CPU 我在二手平台市场以400块马币的价格 买到了一颗R71700S 是一颗8核16线程的CPU 基础频率为3.4GHz 最高加速频率为3.8GHz 然后用一代的8核Ryzen对比三代的6核Ryzen 之后我们也可以看看到底三代Ryzen的进步有多大 主板呢 是以180买到了GIGABYLE AIRB350M GAMING3 是一块MicroSDX的主板 支持DDR4 RAM 然后MW2 SSD 而背板也有很多的USB3.0接口 已经算是足够日常内容创作的使用了 RAM则是用$250买到了两根Cliff DDR4 2400 8GB 组成Dual Charter 16GB 保留多出来的两根插槽也让日后还能升级到32GB Graphic Card则是使用的Jordex GeForce GTS 1070 是用$600买到的 而且整个看起来还是很新的感觉 这个就真的是赚到了 Hardis的部分找到了一颗Samsung 860 EVO 500GB SSD 是用180买到的 而一般使用机械硬盘我自己就留着不少 所以就将我自己库存里面的一颗2TB给装上去了 Power Supply使用的是EVGA G3 650W 4代80PLUS金牌认真的Full Modular Power Supply 我是花了$120买到的 这个时候主机的整个成本就来到了$1730 虽然是台二手主机 但是整个外观还是看起来非常好看才行 所以我花了$270买到的一个机箱和随人 机箱是Chromaster MB520 联合一套Chromaster ML240随人一起 用$270买到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挺划算的 也没有太多的考虑就买下来了 最后整台主机的价格刚刚好就落在了$2000 OK在安装好Windows之后我跑了几个测试 比起第二期影片我分享的那台$2000 95%全新的R5 2600主机 在8核16线程的优势之下 工作效能其实好了不少 比我目前使用中的i7-8750H的Laptop还要强 我目前这台Laptop估计卖二手也还能卖个$3000-$3500左右吧 因此对比起来这台二手主机的性价比确实很高 那我们再对比了R5 3600的表现之下 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R5 3600还是带着有一点点的优势了 落后两个核心还可以保持那么好的效能 不得不说其实VIZEN 3000 Series的进步非常的大 当然要说这台主机它的缺点还是有的 首先就是第一代Ryzen在游戏的表现相对会比较弱 而不是那么的稳定 但我前面有说到了主要还是以工作用途 并没有其他的娱乐事项 加上即使偶尔需要娱乐玩玩游戏 有GeForce GTS 1070的加持下应该也会太差的 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还希望你能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人看到哦 另外如果想看到更多电脑和摄影有关的影片分享 记得关注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Kenny 我们下期见